每一個人都當然想成功嘛 對不對 哪一個人願意失敗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文化上就有相當的差異 對不對 台灣一般就不會 就是剛開始創業 然後親戚朋友找一些錢啊 然後失敗 哇 糟糕欠了這個一屁股債 這個很麻煩 但是如果有像美國這一種 這個 這一些天使投資人 他就會給 給他就失敗就失敗 他也不會再去跟他要錢 這個就文化上有這樣的差別 那台灣就需要這個啊 這一部分來多加一點